一種tri and error 精神 就是 Law of Unfact 他一開始這個實驗設計 是那個叫什麼 Thor 什麼Dick 他作為一個人設計的一個實驗 然後這個實驗是在講一個貓 關在箱子裡的實驗 OK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實驗 了解了甚麼 然後這個籠子是有一個機關 你可以按下去 這個貓可以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可以跑掉 然後他們就是在 在那個籠子的外面 把他們用食物 然後讓他們貓布 所以讓貓要來怕屈指才貓出來 因為貓看到什麼 就會很講出來吃屍的部分 所以這個貓要不斷來嘗試 它會不斷來嘗試它怎麼出來 然後 然後去實習 所以他實習過一次之後 他就認識到怎麼樣要跑出來 他就馬上發現 然後馬上解開就知道 這個動作就是 這個動作是 假如是有獎勵的 他就會把它印在上面 所以他讓貓 那個龍都還可以擺一個食物 然後讓貓自己學會怎麼樣 怎麼樣跑出來 因為有食物是有獎勵的話 他就會跑出來 然後他就會用各種方法 然後去學 去學怎麼跑出來這件事 然後 所以他要比較有獎勵跟沒有獎勵的效果 對 所以說沒有優因 他也想快想快 沒有優因的話 就是 他的動機就比較弱 所以他沒有講到 這個跟動機有關係 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這對應到 Reinforming 就是 你基本上沒有一個明確的reward 你要該怎麼做 他其實是 對 Reinforming 是一個 比較 Weak-Weak的point 他帶有些方式 有些方式來解決 比如說 像最近有個 入文叫 Curiosity 或是 所謂的 Imitation learning 就是 看別人怎麼做 跟著做 做這種 變化比較次要的方式 然後 Reinforming 本身 他是 越有明確的迷惑 就是 你的目標是什麼 在那裡 那Reinforming 這種學習方式 會更有效率 對 這對照動物實驗 就是 你要有個誘因 因為沒有誘因 他在裡面爽爽 他就會想 但是 我的意思是 這個誘因值 可能只是比較快 因為所有的動物都一樣 你被禁錮久了 他就自然煩悶了 一定會想 各種方法出來 我的意思是 這個誘因 是只有 實驗 這個實驗 基本上在證明說 這個實物只是 一個誘因之一 他在真正的實驗在證明 你可以剛剛看到的結果 他第一次 tri and error 一段時間 才出來 經過幾次之後 他已經被訓練成 反射動作了 他只要一被灌進去 外面有15 他偷偷就出來了 這快很多 所以 這在證明說 他其實 有一種 內在的release for learning 存在 是 當然 剛剛講的說 他被灌了很久 這件事 這也很遠 所以他 他 OK 他就有探討到一些 就是 這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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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的說 是看 然後 這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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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 看他的 背部 方法 對應成 你的 最好 不適合 你先看他的 PATENT 是非常 顯著的 哪 所以他就會 特別去注意 就是 第一次 可能就是 很 忙 少 Genau 然後經過trian error很多次之後 他就學會說你先丟data給他 他就會自己想辦法去把他原本學到的這段東西把它掃出來 這時候就不用label了 因為他已經知道藉由trian error 他已經知道他的明確目標是什麼 你就不用把這些data一個一個標說 這是幹嘛的 他這是幹嘛的 然後他當然還有分內外在的那個就是motivation 我先講motivation 因為剛剛講到motivation 還有分內外在的motivation 比如說今天外面擺一個食物 然後我肚子很餓和我肚子不餓的時候 他的動機強度會不一樣 那個就是internal的motivation 那external的東西就是 比如說外在那個食物的等級不一樣 那就是external的motivation 所以那個motivation是 就是他要看的是這個東西怎麼可能 還有外面的價值 所以他後面就有提到一些 就是value function 的做法 對 所以那個東西好吃跟不好吃 可能影響他解開的速度 對會比較好 對 當然還有他的那個強度 就是那個 學習的速度還有學習的強度這樣 然後 對 OK 再回到上面講 那這個instrumental conditioning 跟classical conditioning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在classical conditioning 在想的事情 是動物的 動物的 反正動作 有點像這個 就是我剛剛講 他可以做出一個 UR 就是unconditioned responses 的一個動作 所以他在講的比較像是 動物的本能 和動物想要怎麼去做 他一直去怎麼做 那instrumental conditioning 所以你在考慮的事情是 就是 他在想的事情是 動物會去思考 做這件事的 結果是什麼 所以 他會決定 他要不要現在做這件事 所以他不會是一個 就是馬上發生的動作 或是 他學了也不會馬上看到這樣 不一定會馬上看到 然後 在那個 就是 當然 他那個 就是最大的精神就是 nolo from that 就是trimal 這件事 然後trimal 接下來我分兩個 就是model 這兩個 一個叫selection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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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這個文章裡面 又會叫做search 又會叫search 就是 他在講的事情 就是他會比較 就是 做這些事情的 後果是什麼 這個後果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pology 那 ok 啊 是 對 就是 就是他 他有一些 把他的文章狀況下 也不叫什麼 就是 他有一些模型下面 也會把那個 他過去的 呃 經驗 他過去的類似事情的經驗 也會拿出來 做 就是選擇 這樣 那還有另外一個叫 associated 就是這條 associated 的話 又是叫 就是 他會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演出出來的 的名稱叫 operate operate 就是operate operate 就是 就是memory底下 演出出來的概念 那他會做的事情 就是他會把那個 呃 就是 就是 狀況 會去 就是 比較 然後 然後連接起來 做判斷 簡單講就是 今天 呃 今天我看到 就是 我今天看到了一個扭肉 然後我就會把你講到 他可能很貴 這種東西 就叫做 呃 就是associated 的 的東西這樣 然後 對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operate conditioning的解釋 那operate conditioning就是 呃 一個叫做 steiner 的人提出來的 我後面還有一個講 那個實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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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就是 所以這個歌就變成一個 CS 然後去刺激他去想到 還可以在這個女生一起很快樂的事情 接下來 有啥 正在講他就是會學習 就是他會先看那個做事情的結果去學習 學習那個狀況 就這個事情幹他做 這樣 就是他會先看那個做事情的結果去學習 就是老鼠要去按一個東西 然後就會有一個 就食物就會出來 所以他就可以吃 所以他會看到 就是 就是 就是有獎勵的 然後判斷的 那增加 就是就是 就是減少 就是 那是 就是 那是 所以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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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雖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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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